美国众院3月18日通过《美国梦与承诺移民法案》 为梦想生及向美国申请临时保护身份的外籍人士提供入籍通道 但大量移民涌到美墨边境引发诸多争议 共和党移民法案也提供梦想生公民权 但呼吁在边界加强实质障碍并加快驱逐有刑事犯罪记录的移民 好让其他改革完成前确保边界安全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3月19日更新中小学校K212年级防疫指南 规定了教室里学生之间身体距离的最新距离 CDC建议在普遍使用口罩的情况下将学生之间的安全距离从6英尺缩短至3英尺 但是在病毒传播率高的社区 初中学生和高中学生之间的距离至少保持6英尺 3月19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称 由于马来西亚当局17日将一名无辜的朝鲜公民当成罪犯 并最终引渡至美国 朝鲜宣布与马来西亚完全断绝外交关系 马来西亚政府当天下午发表声明指出 马方依法将涉嫌洗钱的朝鲜公民文哲明引渡至美国 并对断交一事深表遗憾 马来西亚还下令位于吉隆坡的朝鲜驻马大使馆的管员 在48小时内离境 同时正式宣布自2017年起 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的马来西亚驻平壤大使馆撤离 中美外交高官3月18日在安克雷奇举行拜登政府上台后 首次面对面会谈 双方在开场台阐明各自立场时语气非常强硬 更在公开采访时罕见的相互直接批评 我们把你们想的太好了 我们认为你们会遵守基本的外交礼节 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 我必须告诉你 我听到的就是非常不同 从你所说的 我听到深度的感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 美方对中方在香港 台湾及新疆的行径深表关注 认为中方的所谓威胁以规则形式的全球稳定秩序 强调这些问题并非内部事物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批评中国攻击基本价值观 指美方不寻求冲突 但欢迎激烈的竞争 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杨洁篪随即反击 批评美国鼓动一些国家攻击中国 利用强大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向其他国家施压 又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威胁国际贸易 并对中国内外政策无理攻击指责 挑起争端 这不是代科之道 也不符合外交礼仪 中方对此做出了严正回应 19日中午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正式结束后 杨洁篪和王毅接受了中方媒体联合采访 杨洁篪表示 这次战略沟通是坦率的建设性的有益的 当然双方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要分歧 中国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的发展壮大不可阻挡 双方应按照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精神 处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向前发展